小犬颱风虽然没有为中部地区带来好雨 但是吹起的强风却让海线地区的农民们持足了苦头 海面的盐分被强风吹进农田 造成稻米无法结碎变成空包蛋 又或者是被大风吹到彼此摩擦到壳受损 而让米的品质不佳损失惨重 为此明代在大甲召开了一场协调会 邀请农粮鼠和市政府官员道场和农民厘清 该如何救助这一次的农损 专家亲自向农民解说这次灾损的原因 小犬颱风将海上的盐分吹进沿海地带的农田 导致稻米受到盐害无法结碎变成空包蛋 这次在我的小犬颱风 因为没有沾河只沾河 沾沾沿着沿海的一些減水都沾 大甲沿海地区的农民们聚集在一起 因为明代邀及农粮鼠与市政府官员道场协调 这里总共超过100公顷以上的农地灾损该如何救助 因为原先的水稻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转为水稻收入保险后 灾损得等到明年初收成后才能申请 明代希望现在农损明确的地方就得赶快发放现金救助 这两天我们已经把水稻的部分都量宿会来公告 让人民来提出资讯的申请 那每个农充是补助一万八千块 已经提出申请 透过电影政府申请 年后电影政府把资料收集 年后会扣刷 我们就马上来进行一万八千块的保障 协调会中对于救助方法一度僵持 面对农作物庞大损失 农民们心情十分激动 最后取得共识将天然灾害救助 与收入保险两项并行 农民可依需求则依向屈公所申报现金救助 或是等到收割后再来申请保险理赔 小犬台风过境已久 但留下的影响却依然持续 记者赖营台中采访报导